大家好,我是白胖岁岁念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商朝人后裔去哪里了 周星商王之后,商人后裔去向了何方,就充满了悬疑 从史书上可以考证的是,一部分商人后裔被分封到了宋国 当时的习俗不能让贵族宗赐灭绝 因此武王分封咒王的儿子武庚于音 后另封咒王的树兄威子起于商丘,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赐 另一部分则是姬子朝鲜 姬子是周王的叔叔,被周朝释放后自己去了朝鲜 后来周天子便将朝鲜封给了他 姬子朝鲜的范围是在金大铜江,平壤一带 也有史料认为,姬子在商朝灭亡之前 就已经带领一部分商民迁居到了朝鲜 据考证,当地的土著仍处于新石器时代 使用金属武器的商人,进入朝鲜并不困难 商朝青铜器在辽宁曾大规模地被发现 1973年辽宁喀拉进就出土了著名的富丁孤竹雷 考古的结果表示,商朝中期就已经在大力开发 辽宁地区的铜矿 其实,北方有一个大国叫孤竹国 与商朝关系密切,是宗族国的关系 都是子姓 孤竹国的中心地带位于现在唐山鸾南 其地是极为广袤,最远达到了黑龙江 据称,姬子入朝中的一部商人后裔 就是来自孤竹国 周武王分封诸侯时 仍然封周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赐 武庚是周王之子,又是聪明好学 约公元前1046年2月底,伤亡周历 武庚管理殷于民,殷民大悦 周武王为仿武庚叛乱 又在昭歌周围设备,拥、蔡等三国 昭歌以东设备国 使管书由管喜丰位,朝歌西与南为 使蔡书由蔡喜丰,昭歌以北为备 使霍书自霍喜丰位 共同监视武庚 此时,武庚留居在昭公 金旗县城内的西潭,三海一带,许殷寺 昭王第四年,公元前1043年 武王驾崩,子承王年幼 武王之地周公但戴承王掌管国事 对此,管书、蔡书皆不满 散布周公想篡位之谣言 并串联武庚起兵反叛 周公和少公为宝州江山 内米附兄,外府诸侯 周公已成亡命率军东征 罚昭歌叛军 武庚兵败备注 周公又杀管书,放蔡书 贬败书,将昭歌印完签于洛阳管教制 武庚之乱后,使周初统治都更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亲戚 翻评周氏的重要性 在武王分封的基础上 周公,承王再次大规模分封诸侯 相传周公分封七十一国 其中有53人是姬姓子弟 他们都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后人 如文王之地封于东国 西国,文王之子封于韩,晋,英,韩 周公之子封于凡,蒋,行,毛,扎,记 令封未卷入叛乱的 曾将周的周王的树兄威子 起于商朝九都商丘 建国好纵,以奉商朝的宗赐 在周朝,宋国也常常自称上 战国时,公元前286年 宋王于其 平三间之乱后 周五王姬发封童母帝康书封于商朝 殷须之地墨义 建立魏国,管理部分商朝移民 在秦二世时被秦朝吞并 另外,商朝灭亡后 殷商的王族姬子不愿臣服于周 于是率领部分殷民北间 建立朝鲜国 史称姬氏朝鲜 西汉出击 燕王鲁婉部将魏满灭掉姬氏朝鲜 另外,朝鲜半岛的陈国就是商族国家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